连站家买了两间的地宝豪宅 不过还没有搬进去 但是他们家楼下 就是他们家在地宝买的这房子的楼下 已经出现了史上第一遭的地宝法拍屋 今天上午开标 以2亿8千多万相当于每一瓶 200万以上的价钱被标走了 创下了法拍市场的记录 据了解这一间本来是连大S都有兴趣 顺利得标立刻低调快闪 他是炒房大户留妈妈的儿子于昌哲 以2亿8千多万标下地宝法拍户 创下法拍新记录 一刻不敢多逗留 因为史上同一遭地宝法拍 黑白两刀都想抢 正式开标前 一群人把于昌哲团团围住 企图阻挡投标 曾经高架标下加资商办的法拍达人 林志荣也现身会场 听说什么魏家跟大S都很有兴趣 这个案子 其实这个有一点会生会 那我在这边不做评论的 各路人马都有兴趣 因为这次的法拍户真的很特别 位于C栋五楼 不只位置接近帝王座 镇上方邻居就是国民党荣誉主席 连战将近165平 拍出2亿8千多万 等于每平超过200万 因为这个是属于不点交的物件 所以呢 他未来的一些诉讼的费用处理 或者是搬迁费用的处理 大概要1000万 所以反推回来的话 他未来的取得的这个成本 将近要在每平218万左右 尽管实际买到的价钱 等同一般行情价 还是吸引不少标单 毕竟名列亚洲十大豪宅 地宝首度出现法拍屋 旧辈已经是住户的刘妈妈 杰族仙灯 炒房大户又让大家见识到 什么叫坏很准 昨天新闻 有需要翻新与台北 材宝博